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my I'm going to share my thoughts about Kung Fu Panda 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上完披薩課程的心得 我们欣赏的影片是功夫熊猫 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角色 角色分别是猴王 他擅长猴拳 快螳螂出拳很快 和家伙很凶狠 翘小龙动作快速 阿波的特色则是坚定永不放弃 残暴,功夫很强,无人能抵 零赫,平衡感很好 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 Rita很像剧中的阿波 坚定且永不放弃 我赞成阿波的爸爸隐瞒阿波 他不是他亲生的事实 因为我觉得讲出来会让阿波非常伤心 我也认为阿波在爸爸的面殿里打工 他很不开心 他想学舞却又怕爸爸伤心 但不学又在面摊做得很不开心 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每段前面都有件大事要发生 第一段阿波的唱面人生结束了 第二段阿波当上了神龙大侠 第三段残暴逃出了大牢 和平谷面临危机 第四段阿波打败了残暴 为和平谷带来和平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要传达给我们 坚持理想 别轻易放弃 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 因为阿波本来对自己没有信心 因为师傅的坚持 阿波成功了 也打败了残暴 我结束了 大家一定要帮我按个赞哦